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它能够产生效果 当我们开动了之后我们就做一个选择 然后我们就按这个start the part 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有很多的气泡 这个气泡就是刚刚我讲的那个净氧剂 那净氧剂它就会把这个腐蚀在我们的这个 蔬菜或者水果表层的这些农药可以解掉 然后它就变回这个水分子 所以它全部都是吸进那个水去了 对了 所以这个水是基本上是肮脏的 基本上进过的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们都会建议把这个水给倒掉 为了让效果发挥到最佳 最好是用自来水而不是纯净的过滤水 因为等氯子需要特定数量的分子 来产生氢氧自由基 消除细菌 好 刚才我们已经洗了那个蔬菜了 基本上已经把那个沙虫剂就是剪到最低了 那现在我们也可以洗那个水果对不对 对 一般我们生吃的这些水果都是生吃的 你给我按那个开蝸牛 然后选项 选项 然后就可以按开始了 对 这时候你就看到很多的气泡 刚刚我所讲的这个净氧剂 那洗水果跟洗蔬菜的时间一样吗 一式一样的 同样是8分钟 好 已经完成了 8分钟就这样子过去了 整个水都已经变得很污浊 配合清洁的需要 应选择富有杀菌功能的净化器 启动了仪器之后就能展开杀菌行动 简简单的步骤就可以换取健康的生活 好 现在我们要洗的就是小孩子用的这个奶瓶 还有他们的餐具 所以用的方式也是一样吗 对 这边我们还有福家的这个器具 这个器具主要是用来洗奶瓶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管 这个管就是给这个气泡可以穿透 然后进入我们这个奶瓶里 我们先把这个水深满 然后有这个重量 然后我们就把它盖上去 这个奶嘴也是可以一起 一起放 还有那些餐具 对 小孩子的餐具 一起放下去 选择奶瓶 开掉 非常好 大概也是多久啊 洗奶瓶一般会比较长的时间 大概有15分钟 因为它的这个消毒过程会比较长一点 OK 而且小孩子也比较敏感 对对对对 尤其小孩子的抵抗力一般会比较弱 所以我们要确保他们的用具消毒 所以基本上他们的玩具也是可以拿来洗 对啊 玩具也是可以的 所以基本上很多东西都可以拿来洗 对 这个用法也非常的简单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多功能的一个区区 所以是非常实惠的 值得大家使用 对对 那我想问 如果万一这个机器有什么问题 有故障的话怎么办 公司本身就有很好的收服的队伍 所以如果有什么问题 只要联络我们的收服队伍 OK 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担心啊 不用担心对对 那如果说到不用担心的话 有什么东西有什么证明 还有可以确保我们真的可以安心去使用 对对 其实这个产品 它是在这个韩国发明 都经过了有关这个韩国的 比如说这个水务 水务单位 环境单位 或者一些试验单位 进行这个严格的测试 另外这个产品呢 也在获得这个美国所办法的 亚洲VIP奖 就是在设计方面 在这个功能方面有很特殊的一些新的发明 的这个想象 毕竟这个清洁卫生 是我们必定要做到的一个事项 对对 OK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很值得大家使用 今天非常谢谢 谢谢Alvin介绍这个东西给我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